大家都經常聽到歐美很多地方 或者美國很多大城市加拿大 很多人因為吸食了芬太尼之後 好像喪屍一樣 令到市容很差 那究竟芬太尼是甚麼來的 為甚麼會有這麼大的問題呢 今天就講一下這件事 芬太尼我們叫做類鴉片的藥物 類鴉片就是類似鴉片的藥 有類鴉片的藥物當然有真鴉片 即是鴉片類藥物 類鴉片我叫做Opioi 即是類似 鴉片我們叫Opium 有甚麼分別呢 Opium是天然產品來的 即是說你真的要有一塊田 去種那些鵝叔花 即是種那些poppy 去割它出來 那些汁液裡面提煉出來 這樣就為之Opium Opium包括是morphin 即是麻啡這些東西 那Opioi呢 就說都是類似的物質 不過就不必是天然 去要種出來 去收割 去提煉出來 那可以由一部分 或者至少 或者全部由實驗室那裏 去合成出來的 就無需要種那麼多東西 那就浪費那麼多時間 錢啊 人力啊 去做 Opium和Opioi 全部都在我們的中樞神經裡面 產生作用的 在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裡面 有一些Opioi receptor 即是說 一些接收這些物質的地方 產生作用的 影響我們的情緒 或者影響我們痛的感覺 舉個例子來說 譬如說我現在有個痛的感覺 譬如我撕這個皮膚那裏 就有個痛的感覺 那怎樣去產生痛的感覺 其實我撕的時候 就有些神經 探測到我這個撕的動作 那跟著就有一個 一個一個神經細胞這樣連成 神經線一路就通去我的 就未上腦那裏 就通去我的脊髓那裏 即是spinal cord那裏 那由spinal cord那裏 就再上到腦那裏 去到腦皮層那裏 再分析了 這是什麼來的呢 那這個訊息 原來是痛的感覺 那就讓我知道 是痛的感覺了 那這些全體痛的神經細胞裡面 就有很多Opioi receptor 就是一些鴉片的接收器 那就是說如果這個過程裡面 有一些Opioi 就是或者鴉片 海洛鷹這些 那或者有些Opioi 就是人造的物質 包括這個分泰尼 那如果有這些東西 就進了身體裡面 就會在這些接收器那裏 產生作用 那令到這些痛的感覺 就減低的 就是不覺得痛那樣 所以通常如果是天然的鴉片 或者不是天然的人工合成的分泰尼 原本的用途都用來止痛那樣的 那但是因為Opioi receptor 就是這個鴉片接收器 又控制了我們的情緒 就是說我們提升個人的情緒 那如果小小的話 就會令到個人會開心些 那如果你的劑量稍為大些的話 就會high的了 分泰尼也好 鴉片也好 海洛鷹也好 那天然不天然也好 它的作用都是一樣的 就令到我們在中書神經裡面 影響我們情緒的感覺 那就有high那種感覺 那慢慢如果你用得多的話 那就會 其他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令你開心的了 就是說那種快樂歡愉的感覺 其他東西沒有辦法替代到 如果只用這個藥 你才可以令你有那種high的感覺 那就會慢慢形成一種 craving 就是說你不斷地去用這些藥 令到自己有那種歡愉 即是狂喜的感覺 為什麼近年會這麼流行呢 這隻藥呢 因為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要去種鴉片種一些puppies 那些 那些 譬如塔利班 金正恩 要去種這些的時候 你都還要人力物力時間 那你去收割 是不是 天氣不好 可能有失修 各樣的 那些因素 就太過多 成本也都貴 那Fentanyl Fentanyl Fentanyl 可以在實驗室那裡合成出來 那就無需要這些所有農作物 有關的風險 那他成本就是低 還有他的效果也很強的 那比起一些 譬如馬啡 那類的東西 他的作用大50至100倍 那就是說他本身成本又便宜 他少少就可以令到人很high 那如果你是drug一點 你都會做生意 是不是 那你一定就在那些 就是海樂鷹 或者那些 馬啡裡面 就混這些 分泰尼下去 就令到成本更加低 那但是因為這件事 他那個potency 他那個效果 比起馬啡和海樂鷹 強那麼多 那些人呢 就吸開這些 比如馬啡和海樂鷹 他不知道裡面 可能混了一些分泰尼 那你吸了下去的時候 他可能吸回正常 比如海樂鷹 或者馬啡的量 那如果裡面有分泰尼的話 那可能吸了很多分泰尼 那變成 當然他很容易high 那但是呢 就有個風險呢 就是會high之餘 就會overdose 就是藥物過量了 那所有這些 就是鴉片類 或者類鴉片的藥物都好 他一overdose 即是一個量的話 最大最大的風險呢 就會令到個人 不會呼吸 就是說呢 令到人不呼吸 那當然是很危險啦 那麼初頭的時候呢 就會呼吸 呼得很慢啊 那包括呢 有些時候 那個癥狀呢 那個眼睛 那個瞳孔呢 就會縮得很小 那這個都是 這些淚蝦片藥物 引起那個反應來的 那當個人呼吸慢的時候 不夠氧氣呢 那個人就開始神智 有些不清啦 或者好像叫不醒啦 血氧得厲害呢 那你看到人呢 嘴唇就變藍啊 那再差一點 完全不懂得呼吸的話 那個腦血氧的 那當然是死得人啦 那因為這些情況呢 在比如美國 加拿大都非常之普遍 他們甚至呢 有一些的鴉片 或者類鴉片藥物的解藥呢 解藥呢 叫做拿諾崇 那這個拿諾崇呢 就是進了我們人體裡面呢 就會去到中枢神經 那就會去到這些 OPM Receptor 就是那些類鴉片接收器那裡 擋住它呢 就令到芬泰尼不能夠產生作用的 那因為這些問題很普遍 那現在呢 在美國很多地方 那可能有些美國的網友都知道了 其實呢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拿到 就是這些這樣的解藥呢 就噴的 噴到鼻子那裡 如果它真的是這些 芬泰尼或者是 海洛英的過量呢 那就立刻呢 就救到那個人 減低了鴉片 或者類鴉片的作用呢 就令到個人呼吸氣 那講到這裡 有些人就會問 為什麼身體 中枢神經裡面呢 就會有這些鴉片接收器的呢 那其實呢 就是我們身體本身呢 都會產生一些類似鴉片的東西的 那我們叫做 那大家都可能聽過了 就是啊 你跑步啊 做運動啊 會增加了這些 那些 就令到個人呢 就開心一些 那所以你跑步呢 就會對運動呢 就會對抑鬱有幫助 就是這樣解 那些 其實就是我們身體本身 產生的一些鴉片 即是類鴉片的物質 這些是我們身體內類的東西 在外面吸食下來的 即是海洛英、媽啡 或者芬太尼都好 那些是外在的物質 一樣呢 就可以在這個鴉片接收器 反映提升情緒 或者減低痛楚的作用的 那身體有這些這樣的接收器 主要就是 在進化過程裡面呢 就幫我們呢 在一些有痛啊 的情況底下呢 就可以減低到痛楚 增加我們生存的機會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先啦 多謝大家收看 那YouTube的朋友呢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呢 歡迎你分享開去 那也可以透過超級感謝功能呢 就表達你的支持的 那記得留言點讚啦 那要訂閱喔 那訂閱喔 那訂閱我們向著 40萬的目標進發的 那記得大家按下訂閱鍵 那我們也有Patreon的平台的 那Patreon裡面呢 就有更加多這些 很有用的醫學影片 也都有很多會員專屬的影片的 那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